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柯林斯爱分享 本节课程呢,我终于要开始教大家基本的剪辑功能了 现在我已经在编辑框中,放入了一个我之前录制的短视频 现在我将它直接拖入到时间轴中 在此呢,它会自动重新生成一条轨道 首先,我们点击奥丁一三次 然后呢,将诺安斯威慕尾拉到这个右边的预览窗口中 或者是放到下面的编辑内容当中来消除噪音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一条蓝色的线条 它可以调节声音的大小 现在我可以将它调到最大 而这连绵起伏的波浪呢,就是声波在编辑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参考它来进行编辑 将多余的部分剪除 好现在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时间走上面的这几个编辑工具 后退一步,前进一步 快捷键能分别是康雪加 即康之加Y复制粘贴快捷键 分别是康雀加C康雀加V 这些最基本的快捷键常用功能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看到这把小剪刀 它是用来解除视频的 现在时间走上选定某个范围 然后按下这个小剪刀 就可以将选定的部分剪除它的快捷键呢 是康雀加X 这是一个非常高频使用的键 现在我们将中间的某一段康之加X进行剪除 大家看到这中间有一条缝合的线视频 它还是连接在一起的 好现在我们按康雀加击回到前一步 如果大家想要快速的将这个选择针合到一起 可以双击选择中的某一个部分 然后它们就快速合并在一起了 如果大家是想要把某处拆分开来 那么了可以用这个类的键 或者是快捷键 康雀加细粉加S 大家看现在呢 我在这儿按下康雀加适量的加S键 那么此时的它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我将前面的这个多余部分点选 然后按B图键进行删除 如果我们只想删除某一段的声音 但是呢 又不想删除画面怎么办呢 可以按右键点选赛 普瑞斯奥定安的Video 现在声画就已经分离了 然后呢 我们将画面的这条轨道 这个小锁搜上 再对声音进行编辑 那么就不会影响到下面这个哨索的轨道了 现在我选择上面的某一个部分 按Country加X进行剪切 大家看到上面选择的部分被剪除了 但是下面锁上的这条轨道 却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但大家要记住的是 声画分离后就不能再将它们合在一起了 我们现在按Country加击 回到前面的步骤 这个滑动的按钮是用来拉长 或缩短编辑条的 将它拉得越长 对声波的细节 我们就可以看得越清楚 我们也可以直接按住Country键滑动 我们的滑速就可以拉长 或者是缩短我们的编辑内容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览的窗口 现在我将它缩小 然后将位置偏移 如果现在我要手动地将它调整为之前的页面布局 会花费很多的时间 但如果我直接按右键 选择第二次废策 就可以快速地将其调整为最佳的页面布局 上方有一个裁剪的按钮 可以对视频大小进行剪裁 那我现在按下它 将视频画面剪裁为 只能看到这里面的这个小视频框 然后按右键再次选择 第二就沸腾 大家看到 现在我们的画面就只有这一小块了 如果你想让视频占满整个的布局 也可以手动地稍微进行调整 那本节课程的基本剪辑功能 大概就这些了 学行了这节课程以后呢 其实你就可以用4S来剪辑视频了 不过要想进步进阶 最后 记得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